助你自在、自學、活出豐盛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 黎尼 繼續在自在人生、自學計劃的第二集 這位醫生是醫科專科醫生 就是溫喜蓮醫生 溫醫生你好 今天這個話題很棒 我想說私心唯有過疑似 為什麼呢 最近她跟我說 嬰兒滾下床 真的這麼巧 她還沒開麥克風之前 溫醫生說她答應有溫慶提示 就是父母小心嬰兒滾下床 當時嬰兒滾下床 大概是最近的事 她滾下床嚇到鼻孔都沒用 她是正確的 然後我說為什麼她滾下床 她就回答我 不知道為什麼她滾下床 啊 氣死人了 因為我們今天說到這個家居意外 我想問溫醫生 是否真的小朋友可以無理就滾下床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一個剛出生的小朋友 她是不懂得翻身的 家長就習慣了她不懂得翻身 她也不清楚她什麼時候會認識 她明明平時放在她的梳化都沒事 為什麼突然會轉了 很多時候我都會提提家長 通常四至六個月大 他們的發展階段 就會開始脊骨有力 通常三個多月就開始抬高頭 四個多月你看到她們想撐著撐著 或者她們躺在床上 第二天你起床後看到她們頭尾轉了 即是她們開始有力 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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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時候四個月回來打針的時候 會提提家長 現在這個時候 你就要開始留意家居安全 他們會隨時滾下床 就算最常見的情況就是她睡覺了 搬去梳化 我走開拿東西 轉頭醒了滾在地上 即是會發生的 所以四個多月開始 每逢你想放下她 要放在床上 上床欄 才去做其他事情 就算你在雙人床 你將牠把牠拍到牆 有些嬰兒都很厲害 滾下滾下滾下 或者牠的腳一硬著牆 就會飛到地上 這也不是那麼理想 但如果小朋友滾下床 其實我們講過很多不同的家居意外 希望大家預防 如果小朋友滾下床 如果小朋友滾下床 在這個情況下 爸爸媽媽可以做什麼 或者要檢查什麼 通常滾下床 父母就會很害怕 很害怕 寶寶一定會哭 因為滾下床很痛 看看組織當時她是哪個位置 不過很多時候她都看不到 因為看到就不會滾下床 是啊 檢查一下寶寶有沒有一些表面的傷痕 看看她的神智 通常很幸運 寶寶多數骨落都有彈性 大部分掉下來都沒有什麼事 但小部分真的可以影響腦部 最怕是腦出血 如果寶寶神智不清 或者抽筋 或者不斷嘔 嘔很多很多次 這些情況就會緊張 便要去醫院 OK 我們一會兒會說一下 如果真的遇到小朋友 譬如她真的神智不清也好 甚至抽筋 在這些情況之下 父母一定是很擔心 可以怎樣處理 但我想問問問醫生 其實這個家居意外 你覺得 是不是很多不同的意外 都可以發生 是啊 家居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尤其是廚房 洗手間等地方 其實嬰兒一出生 開始我們都要考慮這些事情 說一說初生嬰兒 初生嬰兒我們會建議 嬰兒自己一張床睡 有一個英文叫SIDS SIDS Sudern Infant Death Syndrome 中文叫初生嬰兒撤死症 這些外國比較多 香港比較少 但偶爾也會聽到 新聞會報導 突然有嬰兒 發現不懂得呼吸 不醒 救不回 初生嬰兒 不應該跟父母同床睡 即是一歲以下 要有自己的床 也不需要用枕頭 一張薄的皮子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需要用枕頭 其實他們不需要 還有風險 就是怕被蓋住肺臉 床不應該放太多雜物 還有這個情況跟父母吃煙有關係 父母盡量不要吃煙 嚴格來說它不是一個意外 它是一個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的情況下 即是初生嬰兒有這樣的風險 但也可以預防 我記得我當時小朋友不是初生嬰兒 可能是 又不是說不初生的 可能都很會爬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去洗澡還是什麼 走開了 就放了嬰兒在大人床上 我先生兒子隔天睡覺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我老公就半摘著嬰兒 然後我一下爬了 便推開了老公 你知不知道你摘著兒子嗎 然後他就不知道 原來父母跟他同床的時候 真的可以不知道自己摘著小朋友 是危險的 而且也會影響父母的睡眠質素 另外就是 嬰兒應該養臥睡 面向天 背貼著床 不要趴著睡 趴著睡也是一個風險 尤其是很小的嬰兒 很小的嬰兒 有些家長會問 那我嬰兒會轉身 他自己趴著怎麼辦 其實床不要放太多雜物 其實多數他自己會趴著 他都會 未必會反過來 但他如果頸部真的 看不到氣 他都會另一邊 多數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情況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小朋友未必 我們會大安止意 有時候會想 我們有些東西在臉上 我都會養走他 其實這麼小的小朋友 由於一些公仔也好 一些皮仔也好 其實他們真的沒有能力去養走他 如果太小的那些不行 他們的手都沒有手眼協調 所以父母要留意這一點 因為我們用了一個大人的角度 去看小朋友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大家留意著 如果再看一些資料 說到街居以外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跌箱 撞箱 戒箱 銷箱 還有義物入體等等 我想先說義物入體 雖然這個乘數是最低的 在這個資料裏面 但我說為什麼會有義物入體 我要分享一下經歷 有時候我在廚房 在處理應該是弄鬆還是怎樣 我小朋友 我猜他最好 我壞的 首先說我壞的 因為我買了一些玩具 有些玩具很小的玩具 我用大人形的角度 他一定不會放進口 大人形的角度 然後有一天 我兒子跟我說 媽媽 有檸檬在鼻子裡 然後我還說你說什麼 不是 然後她說不是 然後兩盒眼淚 媽媽 檸檬在鼻子裡 因為她真的很小 然後我忘記是一歲頭還是一歲樓下 然後我就有意識了 應該是我買的玩具 有些很小的公仔 然後有個小的檸檬 玩具很小 我懷疑她是在鼻子裡 我說OK 你給媽媽看看是不是在鼻子裡 然後一看 真的在鼻子裡 嚇死我 然後當時 我覺得自己都可以冷靜 我就跟她說 OK 你現在擦大你的口 因為如果我跟她說 你噴出來 她一定是吸進去 因為她不知膚和吸的關係 我現在擦大你的口 然後你等媽媽看用什麼方法 我就用牙籤試試撩出來 好幸好撩得到 好幸撩得到 但當時是很慌慌 而且我沒有摸過 真的會把它塞在鼻子裡 會的 小朋友是不是 總之有東西 她就可以吃進口 塞在鼻子裡 對呀 就是小顆的東西 塞在鼻子裡 通常都是那些小豬 女仔 例如穿小豬 那些也可以塞在耳朵 如果塞在鼻子裡 如果是鼻子裡 如果不幸運 她吸進去 吸進氣管 就會窒息 而且 就算她沒有吸進氣管 在鼻子裡 留了很長時間 她會發炎 會有細菌感染 通常如果發炎 有什麼情況 都要盡快拿出來 牙籤就可能 我好像對不住 我好像對不住 如果在家裡 自己有安全的方法做到 萬字箱也可以 這個我靜靜地告訴你 反開它 但這些要小心不要弄傷 小心 如果弄不出來 就去急症室 急症室 有很多這些 我以前也做過急症室 原來小朋友 喜歡放一些東西 在身體裡 對 如果真的拎不出來 可能要找耳鼻頭科醫生 用更特別的儀器拎出來 剛剛提到一件事 其中一個耳脈入口 剛剛所說 有機會她未必是即時 可能她已經放在身體裡 一段時間 她又沒有發聲 其實是否最後 作為家長 或者她自己也會發現 我放了很長時間 而她出現了異常情況 如果在耳朵和鼻子 如果放太久 可能會有些炎症 可能會流出一些膿 或者會變得很痛 我們要不要說吞下肚子 好 如果吞下肚子 就要看看它是什麼 特別一提就是 那些電池 那些電池 扁的那些 就是計速機的電池 剛剛在想著 這麼大的電池 因為計速機那些 那些最危險 那些很容易吞下肚子 因為吞下肚子 會釋放化學物質出來 會拿傷食道和胃粒膜 很危險 可以穿腸 那些一定要去醫院 盡可能要弄出來 可能用腸鏡餵鏡的方法 那些就照X光看得到 因為它是有金屬 那些很危險 所以一定要預防 我想這個小朋友 會不會告訴你 剛才我吞著電池 未必會說 但這些一定要收好它 反而我覺得重點是 另一個要收好它 另一方面我想問 譬如有時候 有一次 我跟一個家庭醫生聊天 他說嚇死他 剛剛 我說什麼 他說他有個小朋友來看症 他說小朋友的兒子很癢 後來就檢查 他一落單出 嚇死他 他說他有一隻蜈蚣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 我也見過 我忘記是蝸蝸還是蟑螂 總之有隻蟲 那怎麼辦 雲醫生 我那時候見過一個小朋友 都大十幾歲 他說很吵 因為翼子在拍拍 用一些特別的鉗 所以就牽出來 就是要去醫院看 對 有時診所或醫院都可以做到 是 但真的很噁心 剛剛你說的那個拍到 那個其實也與他無關 他自己飛進去 沒錯 我覺得這個有時真的可以避免 當然如果有隻東西飛進去 我沒有辦法 但這個也可以 剛剛我們提到的東西都是避免 但另一方面就是要說一下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 譬如撞傷 跌傷 還有我看到跌傷也挺多 家居以外來的 小朋友有些說法是不跌不大 某個階段一定會跌下 你學習的階段也會跌 但問題是我們不能跌得太傷 撞傷頭就可以很嚴重 例如高處跌下來 例如有些家居 可能有些櫃 小朋友爬了上去 跌下來 那些就危險了 平時我們都盡量 小朋友正常都會跑跑跳跳 盡量避免地上不要滑倒 做一些安全的措施 這就是家居的環境 要留意著 另外特別一提 近十年 偶然都會聽到一些 就是家居的小朋友爬了出窗 你覺得這些真的很可惜 這樣就沒有了一條命 但我也想問問溫醫生 其實小朋友的好奇心 是否令他有一些意外會產生 會呀 因為他們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沒有一個安全儀式 尤其是五歲以下的小朋友 看到開了窗 看看外面 又或者他們有時會突然間不見了媽媽 媽媽可能在廚房工作 或者在其他房間 他們就會很慌張 媽媽在哪裡 媽媽在哪裡 甚至爬出窗裡找媽媽 就會造成意外 對小朋友來說 小朋友是否沒有一個安全儀式 也沒有什麼 某程度上都會看性格 有些會很謹慎形 比如說在梳化下地下 有些會很小心地慢慢爬下來 有些就不理那麼多 跳下來 不同性格的小朋友都有 為什麼我剛剛特別問安全意識 因為有時我們經常用大人的角度 就是你不要爬出窗 但是小朋友可能純粹是那一刻覺得 外面很漂亮 媽媽不見了 那便就看出窗 因為很多家居意外都可以避免 包括一些意外 兒童墮樓 剛剛就是跌傷 另外一個撞傷 我想問問問問找醫生 這個狀… 我小朋友也經常避免 其中一個案件在家居中打倒 但是我想問問問醫生可以如何處理 我上一次在做作事期間 收到我丈夫的照片 以後我就問什麼事 原來我兒子放學時 他就跟小朋友玩 一覺不覺意地撞到其中一條柱 一撞到後來校長也形容給我聽 基本上震撼了整層樓的人 撞得很大力 而那張照片的魚程度是我的手那麼大 我看見的時候我心想什麼事 怎麼會這樣有紫色 很大的雞蛋 我想問問醫生 我覺得小朋友很容易撞傷 在這個情況下他建了這麼大的樓 他可以怎樣做呢 即時的時候 即時 溫醫生要先喝一口水 我也對他不算 因為有時候我們小朋友撞傷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撞傷也很容易 不要只是頭仔 有時候腳仔也很容易撞傷 如果撞得這麼厲害怎麼辦 首先 抱歉 不要緊 我要剪掉 好 不要緊 如果撞得腫了 我們看看他有沒有一個 開了的傷口 有沒有流血 可能要即時跟他急症身處理 我們看看小朋友的傷口 額頭撞到腫了一塊 我們也會看看他有沒有一個傷口 有沒有流血 如果有就要即時幫他止血 還有看看小朋友的神智 清不清醒 其實一般來說 腫了那些 多數我們用冰敷一下他 慢慢會舒緩 其次就是 其實本身腫了一樓 不是太害怕的 我們小時候也會試過 主要我們要觀察一下 有沒有腦內受損 其實我們不知道 要看看他的神智 有沒有神智不清 或是不停嘔吐 或是抽筋的情況 通常遇到最初的二十四小時 我們就定時跟他檢查一下 可能一兩個小時去看看他 有沒有問題 如果真的發現有什麼異樣 就要跟他醫院 OK 因為我們一會不會再詳細說 如果真的要留意著他 例如剛剛所說 如果遇到二十四小時 你就要看他的神智是否清醒 正常 OK 一會不會再詳細說一下你的急救 但另一方面 其實在家居意外 你臨床見到有什麼可能性會出現 家居意外 即是遇到那些 遇到那些 值得一提 有時候有些小朋友 例如他一歲左右 剛開始學習 有時候有些位置 我們平時沒有留意 可能是桌腳 因為他這麼矮 你平時大人不會留意到那些位置 是可以撞到那些 小朋友可能會撞到桌腳 以及桌的角落 我們可以用一些 現在市面上的很多軟墊 貼著它 還有小朋友有時候會好奇 開一些櫃 雪櫃 或者家裡的櫃 小朋友經常開雪櫃 對 所以可以鎖著它 因為裡面有機會有些危險的東西 另一件事就是學行車 學行車不是應該都可以嗎 學行車其實有些國家是禁了的 因為外國的屋子可能住幾層有樓梯 有些小朋友會坐著學行車 衝到樓梯 這樣就變得危險 平時如果在香港的情況 我也知道香港也有的 可以買學行車 平時就算我們家裡沒有樓梯 小朋友也會很快去衝到樓梯 橫衝直撞 有時真的撞到家具或櫃 上面放了很多東西 可能放著熱水在上面 撞到一個櫃 東西掉下來就會傷到小朋友 這些都要留意著 你的東西怎樣放 其實很多家居以外 是否都可以避免得到這樣 其實是的 你看一下你的家裡 會不會有很多雜物 但那些也是危險的 即是被踢傷、撞傷 我以前初小的時候 我爬家裡的櫃 然後整個櫃 很危險的 整個櫃倒下來 然後倒下來之後 當時有個玻璃瓶碎了在我的手上 但當時我家人 我婆婆照著我 我沒有打算等我去看醫生 現在還有一個垃圾 但就是逐一塊玻璃拔出來 然後就隨便 但你問那時候 痛不痛當然是痛 但爬的那個 可不可以開心 但我剛才提到的 其實很多家居以外 都是可以避免 大家有沒有做到 你家裡的窗花 有沒有安裝好呢 當然這個位置 就要提及急救了 因為剛剛提及了很多 特別先說一下 剛剛提到 如果真的撞傷 24小時內 你要留意著她的狀況 如果是這24小時 有什麼抽筋 我們各方面可以怎樣做 先24小時留意著她的事 這是針對腦出血的症狀 就是24小時 看看她有沒有不停嘔 因為如果腦出血 腦壓是會高的 會令人不停嘔 有時候有些小朋友跌倒 哭到嘔 這是另外一個情況 不過有時候未必分得到 如果她多次嘔吐 其實都去醫院 給醫生檢查一下 會比較穩陣 甚至留院觀察 另外就是抽筋 抽筋在任何情況下 就算是撞傷頭 或發燒抽筋 那些情況我們都會害怕 都要謹慎 因為不知道她會抽多久 以及短期會不會再繼續抽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都會建議去醫院 為什麼小朋友會抽筋 抽筋通常最常見 有些叫做發燒抽筋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撞傷頭抽筋的不常見 那些如果有腦出血 會抽筋的要去醫院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有些小朋友 有些呼吸度感染 身分感冒令到她發燒 任何原因令到她發燒 體溫編測變化大 有部份小朋友會抽筋 這個是我們下星期的課題 下星期我們會說 如果小朋友病了怎麼辦 OK OK 剛剛提到一件事 如果假若小朋友是不省人事的時候 我常常想起古裝劇劇 黃醫生 即是她暈倒的時候 麗麗 然後這樣搖她 麗麗 你快醒 為什麼不搖呢 黃醫生 看看她什麼原因 如果她真的意外受傷的時候 你不斷搖她 萬一她的頸受傷 例如外面撞車才算 或者她撞傷 如果你搖她 她會更加有機會 進一步傷到她的筋骨 而且如果她真的暈倒 你強行弄她 拔起她 變成有機會 血不得腦 如果你發現那個人不省人事 你可以看看她的反應 看反應也有些步驟 第一步就叫她看看有沒有反應 麗麗 你醒不醒啊 如果她不醒呢 下一步你可以用一些刺激 我先問一下她醒就沒有問題 如果她醒剛剛媽媽什麼事 再慢慢了解她的情況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她不醒的話 如果她不醒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她 看看她對痛的反應 最初是叫一下她 然後按一下她 如果真的沒有反應 你看一下她有沒有呼吸 然後按一下她的呼吸 和脈搏 但是很擔心 如果她真的叫她沒有反應 按她沒有反應 那怎麼辦 當然我就是馬上找 叫白車 對呀 但是那一刻 你會想 我在等白車期間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呢 你看一下 其實最好可以有時間 去報讀一些急救課程 其實社區那裡也有很多這些課程 看看她沒有呼吸 最重要是看看她的胸口是否有起伏 如果沒有呼吸 就要做人工呼吸 如果沒有脈搏 就要做心外壓 假設那個人是沒有反應 但是有呼吸有脈搏 就可以安心一點 那你也要叫白車 期間你可以把它放在一個 我們叫做recovery position 即是蘇醒的 叫做什麼 recovery 即是復蘇的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 將人打側一點 打側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養肓的脈會發在後面 有機會阻礙呼吸道 打側的脈會向前傾出去 對呀 其實這個位置 目的就是讓人能夠呼吸暢順 啊 頸部就會少少微微地向上 不要說會屈起 或者頭顎得太厚也會屈住呼吸道 有少許中間的位置 讓它可以呼吸長順 萬一有嘔吐蜜在口中 它可以打側身流出來 所以這個要留意 突然間性氣有一件事 我們不是說的 但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剛才說的嘔吐蜜 其實有時我們會留意到 小朋友嘔吐蜜我們都很擔心 如果小朋友喝完奶 它有時掃風掃到很難掃 掃也沒有 但我也很擔心它嘔吐蜜 我們有時說是打側身 是否因為擔心它嘔吐蜜會比較安全 如果當時你看到牠在嘔吐的時候 你可以坐牠或打側身 讓牠的嘔吐都掃出來 但如果牠在睡覺的時候 剛才說過 寶寶睡覺是應該養我睡覺 沒錯 因為打側身 嘔吐完可能短時間可以打側身 看著牠的情況 打側身就可以 但如果你打算 我都要睡覺了 那你就放平牠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打側了牠 牠會有機會趴在那裡 如果寶寶太小 牠不會回頭 為什麼我會問打側身 因為有時父母是掃不到封 掃不到封有時 牠會怕這樣睡覺 牠會嘔吐 如果掃不到封 最好是打動抱一段時間 可以把牠躲在你的肩膀 打動抱著牠一會兒 所以要學這些 你看我 生我兒子七歲 我都不太知道 可能你當時知道 現在忘記了 所以如果掃不到封 就當牠會打直 其實醫生提了一件事 如果父母可以 學一些急救課程 因為有時Touchwood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原來這些急救課程是可以運用的 另外一件事 剛才提到 就是你留意牠的呼吸 牠的反應 但是 樣貌有什麼可以看的呢 例如你說小朋友噎傷 如果牠真的整塊臉色 瘡白色 青色 怎麼辦呢 我怕的 因為噎傷 如果那個耳物卡住在呼吸道 牠的臉會變紫色 就是缺氧 這是很緊急的情況 是的 OK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呢 其實是分不同的年紀 我想我們看電影 可能也看過 如果是大人 我們就抱著牠的動作 就是在牠的胃道 向上地搓 希望牠可以套出異物 小朋友的做法有少少不同 如果是小孩子 一歲以下的孩子 我們把孩子 托著他的胸口 反轉 放在你的腳上 拍牠 反轉 把孩子 趴在你的腳上 對 趴在大人的腳上 總之是托著牠的身體 這樣就拍 那是拍背脊的位置 對 拍背脊 希望把孩子 拍出來 如果是一歲至八歲 大小小朋友 很難反轉 牠的腳 就可以把孩子 躺在地上 用一個在一個位置 向上推的動作 希望可以把孩子推出來 是否要很大力 也要有力度 因為我們未必會摸到異物 摸不到 因為異物在喉嚨 我們是用力的 我們是否用力推上去 也是 但當然一方面要報警 最重要是第一時間叫白車 但如果牠一啃親 不要理牠的臉色 都用了這種方法 對 變色的時候就開始暈 其實牠未變色的時候 牠也會表達得很不舒服 對 不過我覺得小朋友近親的時候 是很害怕的 對 但有時候我還是不明白 有時候看新聞 你也會覺得很可惜 對 真的可能是一粒提子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是吃提子 然後有宗新聞 就是關於小朋友吃了提子 接近親 然後就離開了 你只會覺得很可惜 其實為什麼會接近親 我們沒有想過可以接近親 甚至是魚蛋 溫醫生 都會下不了格 因為通常接近親的東西 是圓圓圓的 例如提子、牛丸、魚蛋 有時候牠們的吞咽結條得不好 有時候一塊橙也可以接近親 急症室也會見不少 如果是小朋友 我們盡量避免不給圓圓圓的食物 還有另外一件事 吃東西的時候要專心 不要只顧一邊聊天、一邊玩一邊吃 玩什麼平板電腦 或者一邊說話一邊吃 你就會落錯格 因為正常人體的構造 當你正在吃東西的時候 有一塊會染的物體 會蓋住你的食道 即是在說話的時候 就會蓋住你的食道 當你正在吃東西的時候 食物就會落你的食道 當你又說話又吃東西的時候 那塊會容易落錯格 那塊會蓋住食道 你一邊說話 食物就會落到氣管 所以要專心吃東西 但有時候我們也會 不小心落錯格的時候 我們會切的 但原來這種切都未必可以切出魚蛋 正常切是一個保護身體的方法 切出來 但如果那個義物太大 你切的力度不夠 就切不出來 所以經常很少 你看吃飯要專心 對吧 如果是小朋友的 你就要切小一點給他吃 不用切得很小 但主要是圓圓圓的物體 圓圓圓的物體 你切一半就變成不是圓形 就會好一點 OK 記住 這個很大貼士 小心為上 最重要 但另一方面要先說一下 有些小朋友 就這樣吞了 不吵 通常有些時間 就是顧著看電視的時間 是的 然後一聲魚蛋隻吞了下肚 吞不到 卡住了 所以也是要專心 另一方面 就是要問問溫醫生 因為有些時候 我都會看到小朋友 例如洗澡 有一次我試過 我的乾女兒 媽媽就告訴我 乾女兒她洗澡的時候 家人給她太熱的水 錄傷 其實多不多 這些會錄傷的情況 日常都有 如果是洗澡的時候 對 小朋友洗澡 大人應該先試一下水溫 原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放手肘在水中 試一下溫度 如果是科學一點的方法 就是放溫度計 其實一般我們觸碰一下水 都會感覺到 OK 這個最好就是用溫度計 我打了寶寶 我吃寶寶都會哭 不過放進去哭 它已經太遲了 會不會 太遲了 即是自己用手 摸一下水的溫度 但以前 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我少幫寶寶洗澡 我很害怕 因為寶寶洗澡 是否用手肘 對 為什麼用手肘 不用手背的溫度 感覺溫度 這個位置傳統也是這個方法 對 他也是準確的 OK 主力在這個位置 大家都感受到溫度 也是準確 對 另一方面 有時候真的會 你提過 有些小朋友可能爬上櫃 然後倒下熱水 對 假如真的熱水倒進身體裡 對 他怎樣處理 有時候紅了 有時候起水泡 對 這是一個燙傷 類似燒傷 燙傷和燙傷 都是熱力令皮膚受傷 它分不同等級 最輕微一級燙傷的就是紅了 二級是起水泡 三級就是受傷牽涉到真皮 有時候可能會傷到神經線 感覺不到痛 那個比較嚴重 通常如果是水濾傷 多數是一級或二級 其實就要立即用冷水 沖一沖 如果真的起水泡 就盡量不要刺穿它 因為燒傷最怕是有細菌感染 感染後有機會變成濃瘡 會影響身體 還有燒傷如果範圍大 傷者會大量流失水分 如果範圍大就要去醫院 當然我第一次有一個 較早前的意外 它不是一個家居意外 但真的在街上 就和一個快餐店 小妹妹給其他食客的飲品 不知名的飲品 就煮到六箱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就是要召喚八尺 但另一方面 如果它真的 我真的在想 那可以怎樣做 我就看到它已經六箱了 有時候酒樓你也會觸摸 你也會怕熱水 它真的很熱 那可以立即怎樣做 我心想要用什麼 例如涼毛巾 都不應該用 可以用涼水沖 不需要塗坊間 以前流行醬油 或者塗其他東西 其實涼水就可以了 當然要叫白車 之後其實傷口護理是很重要的 雙下的護理是怎樣的 不可以讓它發炎 要清洗 如果它是汽水泡 很無聊 想問我以前六親 真的給媽媽拿去塗醬油 是嗎 是嗎 這些真的是一個偏門 而且是不合理的偏門 其實沒有科學證據 說醬油是可以的 還有牙膏 牙膏也沒有什麼幫助 大家千萬不要再試這件事 剛剛說了 就是最重要的水泡不要穿 脫傷 另外一方面 我們有時候會戒傷 小朋友 我小時候 我問醫生你看到 這個有一個很深的包痕 這個包痕是我小時候 用戒多的時候 自己戒傷了 然後不敢跟家人說 我包了四五塊膠布 都還在滲血 但我真的不敢跟家人說 如果面對這些 當時我不懂止血 指血很重要 對 指血很重要 究竟指血有多重要 當然重要 手指這些位置很少 真的流到致命 但如果我們真的不幸運 受傷的是大動脈 大動脈 或者一些動脈 會泵血的血管 血液流失可以很多 例如以前被戒手 如果真的是戒中的動脈 血真的可以流得很厲害 因為以前年輕人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會戒手 不要再試 是年輕人 真的可以危險 紫血很重要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按住流血的位置 然後我就用手按住 最好如果身邊有乾淨的沙布 就會最好 通常都沒有 因為你流血 你弄一些東西 有機會被細菌走進去 用乾淨的東西來蓋 最好就是沙布 你壓住它 身體會有反應 幫助止血 要減少它繼續流出來 因為失血過多 是可以致命的 解藥 如果小朋友 譬如我小時候都被戒損 當然我現在就知道要止血 是不是當他沒有再流血 我就可以不需要入醫院 還是怎樣 如果能止血 你幫他做消毒 處理傷口 連膠布 如果是輕微的話 你提到手指 有時候有些位置 如果他真的深度 會戒到刃帶 或者手指動不了 那些你都要去醫院 因為要做手術 聯繫它 就是視乎什麼部位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死 因為當父母 可能都沒有想過這麼多 原來會戒到刃帶 對手指也會 如果能戒到臉 就怕會有疤痕 如果能戒到臉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轉戒給一些整形外科 即整容醫生 讓他亂得好一點 我覺得作為父母 也是另一個方面 要小心 因為我小時候 如果我認識的 我應該入了醫院 因為當時我也很深 完全是減不了血 其實今天講的是家居意外 其實很多家居意外 都可以避免 尤其是可以擺好一些東西 還有各種都要小心一點 小朋友 溫醫生提出的事情 小朋友好奇心也很重 而且安全意識 特別是五歲樓下 你提到 他們沒有什麼安全意識可見 安全意識從哪裡來 就從父母來 所以作為父母 要小心一點 今天謝謝溫醫生 下集我剛剛提過 就是關於小朋友病了 怎麼算好 好得學問的 我們留待下星期再延續 我星期麻煩你溫醫生 下次見 拜拜